编曲 欢迎分享 香港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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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各位 冲出江湖啦 就到这一套了啦 这是不是以前 我专门在穿着衣服 真的 以前噢 遮前面 后面就要露出来 上面如果遮起来 底下就要露出来 对不对 而且都要挖很多很奇怪的洞 可是以前 我們這樣穿的時候 是一種禮貌 現在的妹妹 妹妹啊 你們為什麼都不再穿這樣 你看這樣多好看 像妹妹都給我穿那個熱褲 然後露屁股蛋對不對 對 都來這裡買衣服 我生氣了 你看這樣多好看 就是那種 很有態度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這個很安全 這個就是上面也綁好 裡面有做一個內襯有沒有 在這個地方 還有做一個小內襯這樣子 然後側面也都會包 包覆性這樣子 很安全 有點像肚兜啦 但是我覺得很好看 它是做這樣亮亮的這樣 然後一樣配上我最愛的 這種桃紅色的褲子有沒有 要是現在還沒結婚喔 這套就包起來 你們家很多這種金鋁衣 伴娘幫我們介紹 那奧米你看看 你看還有這種 就直接穿它啊 對 你看這樣亮晶晶 而且很舒服 怕熱的朋友跟我一樣喔 胸口會熱的就穿這種 很舒服啊 背後透性亮 一定要 大哥要不要來一件 怎麼常出外景 不是都很熱嗎 要不要 我幫你兩件弄成一件 不考慮 不要 那不然洋裝啦 如果說你覺得這樣子 洋裝也可以 洋裝也很漂亮 你看看 洋裝是這樣嗎 而且是鑽石綁帶 講真的 這種在紐約是不是必備 這真的必備 這個人家一點都不覺得 這叫戰服 各色都要有 外出休閒服啦 真的喔 他們是吃飯 都穿這種 而且他們那個 膚色都曬很漂亮 對啊 就是那種黑的那種 哇那種巧克力色 然後穿這個 漂亮到不行 我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在東區的街上 看到滿街都穿這樣 鞋子鞋子 這種透視感的 bling bling 亮亮的鞋子 今年也是很流行 像這樣子 這套太強了 完全不需要改啊 非常好 老闆包起來 沒問題 包鬼 身材超好 這套就是已經結了婚之後 要跟老公出去約個會 或者是出席一些 重要場合的時候 沒有 我們全身這套 都給它包緊緊的 但是 你看看我的肚子這邊 這個胸下的地方有沒有 開始做一些小籠控 但要有那種貴氣的感覺 一圈一圈一圈的 然後配上那種 店裡面浮誇的流蘇耳環 整組喔 然後連鞋子整套 銀色 水鑽的感覺 走到哪 哪裡都是焦點 老公會有小山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它這個水鑽 是這樣子活動型的 它其實是貼合你的身體 好的設計 其實就是這樣子 它不會讓你穿上去的時候 覺得刺刺的 你坐著啊 或站起來的時候 它都是很服貼的 然後它又會動 就是感覺 你身上好像有 鑲嵌水晶的感覺 它跟你是融為一體 然後一定要戴上 那種浮誇大耳環 因為這邊整個 已經包起來了嘛 你要戴 如果你不要戴耳環 你要戴個項鍊 也是OK的 有那種浮誇型的項鍊 哇 非常的布林 這個很適合 這完全是我們店的精神 是不是 超復古 我要紐約街頭 就是大家都穿這樣走在路上 戴帽子 然後印花 復古印花 真的太美了 然後要這樣中間 這樣挖一個這樣空的 就是要挖一點小豆 露一點腰 然後飾品 那種大的 這種浮誇的飾品對不對 對 然後一定要高腰 長褲 寬褲 超帥 好好看喔 而且 它是復古帶點摩登 對 就是不會完全太複 而且我喜歡這個 顏色跟它的印花 配色很美 就會讓人家覺得 就算你把它分開穿 也很好看 如果你下面搭一個 一樣黑色高腰長褲 也可以穿對不對 然後整套穿 整套穿就是很誇張 這個長褲 然後你穿個黑色的小背心 然後搭個皮外套 對 也是一種風格 對 然後一定要這個帽子 很接頭 很奇怪 就是沒有這個帽子 你還沒有覺得一百分 帽子一上去 整個就是 完美 有人會買單的樣子 最棒的是 它有這個小墊肩 墊肩一定要 墊肩一定要 才會有態度 對 就我覺得 很適合就是 女生到了一個年紀之後 她很清楚知道說 自己的優缺點在哪裡 然後我們適度用一點態度 因為你現在已經 有自信到一個階段 都已經結婚 可能有孩子或者是什麼的 你對你的生活有很多的掌控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子就會很適合 今天我們這幾套真的都是 每一套都 對 都不一樣的感覺 代表紐約不同的面向 跟女人不同的時期 可是不管是哪一類型的女孩子 都可以在這邊找到 她想要穿的衣服 對 我覺得不用把自己設定 就是一定要穿某種風格 就像這樣四種風格 其實都可以穿 而且你去不同場合 也可以換不同的風格 為什麼很喜歡 來你的店裡面 就是我每一次來的時候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會很習慣的 被困在自己的舒適圈裡面 可是來的時候 你看到一些衣服的時候 可能在穿之前你會想說 我真的可以駕馭嗎 可以嗎 一走出來一照這件 就想說我可以 對 自信心就來了 對 我覺得我們要帶出的一個 觀念就是 每個紐約女人對自己 是很有自信的 對 所以我覺得可以用服裝 來帶出自己的自信 中央是不設限 對 所以說今天是由我來分享 我自信的來源的一個基地 它有點算是我可以充電的地方 希望大家看了之後呢 可以跟我一樣 好不好 找到讓自己快樂的小天地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